你知不知道我才懂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无人的眼睛我疯狂 你知不知道我才懂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有我的手在轰轰颤颤抖 这段时间学了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日语叫乌克雷雷 然后汉语叫什么叫尤克里 感觉很简单 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那个牛管上查了一下教程 然后自己学弹了一下 那个很简单很便宜 跟吉他差不多 然后那个稍微如果会吉他的朋友 真的可能就是30分钟 一个小时就才会 给大家讲一个日本比较传统的一个习惯 一个小孩呢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 要去神社 要去神社去做一下那个祈福 然后就是说 祝这个孩子身体健康万事不一 怎么样 我们家的那个老二呢 生下来之后 我就一直没有带他去 因为我觉得 那个老爹是中国人 然后也不至于去 一定要走这个日本人的习惯 然后那我老婆日本人 他就会是说 哎呀 那个别人家孩子都去 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也要去一下 然后就没办法 没办法磨 哎你行你高兴就行 这可能有点随我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我小时候就那个 我小学的时候最后被查出了多动症 你知道吗 查出多动症 然后那个我爸我妈说 怎么办 这孩子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医生啊 然后那个医生给我开了个药 说抑制大脑皮疼的那个活动呢 说吃了这个药呢 这孩子就能做出 能够好好读书 认识上课听讲 也是感谢我爸我妈不杀之恩 然后那个最后那个药还是没给我吃 然后我就变成这样了 话题言归正传啊 那这段时间 也不是这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就给大家分享 在之前呢 有很多朋友给我投稿 OK了 那我们先看一看 前两天呢 有一个叫王宁的朋友 他给我推了一张照片 他自己做的照片 然后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 他的照片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说他的照片 他自己修了一下 他感觉色调 不是什么满意 修图啊干什么的 都没有一个思路 所以希望我能做后期 给他看一看 然后看看我给他讲一下 我怎么做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看 我修的这些地方都在哪里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圆图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 在于这个片子够图有点问题 嗯 这个是个硬伤 我呢 会把这个硬伤呢 放在最后面去写 那 但是我提前呢 我知道这个片子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看一个片子的时候啊 是这样 嗯 做一个片子的时候 如果人物是朝向这个方向的话 嗯 那我们这边的空间啊 这边的空间就要大一下 空间要大一下 那这面啊 就要小一点 嗯 这是个最基本的 我们那个固图的时候的一个方式 除非你做有个很特别的 就是那个人物的那个 用来做广告 然后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后面要加字 最终往后面的那个空间 做成这个数很多 但是正常来讲 我们若是拍人 特别是我们要突出这个人为主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人 点朝着这个方向的话 这个空间多一点 正常在构图的时候 长方形的这么一个画面 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黄金分割线 人物呢 第一要不然是放在中间 要不然是放在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这个是最基本的 嗯 所以说这个以后呢 那个拍片子的时候 同时大家应该注意注意好这个 就是注意好这个 这个问题 嗯 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不该有的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植物呢 这些植物呢 会抢了这个女主角 她本身的这个戏的份 好 那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改了些什么地方 首先呢 这个人呢 感觉到呢 就是说 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有点臃肿的 你知道吗 嗯 这个臃肿的时候 嗯 我们要把这个臃肿的 这个感觉给它去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通过液化 把它这个 这个曲线 把它从一个曲线 拉到一个直线 你知道吗 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人 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通常就 就停起来 就会有精神性 这个地方我也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拍片的这个 这个同学 你拍片的同学 你拍的时候 摁快门的时候 你不要光是摁快门 如果你摁快门 你只会照下来 那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话 你就要知道 你透过目镜的时候 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瞬间是美的还是不美的 如果不美的话 不美在哪里 这个你有责任 你也有义务 去告诉你拍的那个人 被你拍的那个人 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样动一动 或者这样弄一动 可能会好一些 首先我们这个片子 我要大力的批判一下 就是你这个眼镜 这个地方 眼镜的这个地方 明明白白 其实你在拍片的时候 你在按快门的时候 你能知道 他的眼睛的上面的框 是挡住眼睛的 眼睛呢 是人的心灵的窗户 我们可能会先去看他的眼睛 因为他的眼睛 可以告诉我 当时他的心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那更好的 可以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塑造出来 那这个片子呢 把这个心灵的窗户给遮住了 在盖着窗帘上 你这样的话 他这个人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片子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那让看的人的话 后面联想的东西就很少 可能就 马上看第二章就过去了 那既然就是已经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个片子我们也不能不修 我跟你讲 我修了些什么地方 头发这个地方 我把头发这个线啊 我把它提起来就行 其次呢 在这个下额 下巴 下巴这条地方 这条线啊 我把这个线往上收了一下 这个 但是你不能收的太多 你修太多的话 会有一个很不真实的感觉 你把人的下巴拉长 你知道吗 坐肩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然后这个 国内的网红片里面 很多人都会把下巴坐肩 你像我这种塞 长得比较漂亮的人 就不需要做这种事情 但是就是有些人的塞是方的 甚至是有的人塞是这样 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 嗯 给他弄回来 他会显得脸就和脸比较修长 这是给人的一个错觉 因为修长的脸的人 一般体型也会比较修长 那毕竟我们中国的审美观来讲呢 就是一个修长的人 就身材苗条 身材较高挑 然后皮肤白皙 这几个是我们中国人 衡量美女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暗示 真的身材修长的人 他哪些地方会有些什么特点 我们平时要观察的时候 就是观察的好 所以说让我把肚子修好 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还把肚子收了一下 这个地方不是很明显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胸 胸呢是吧 嗯 这个地方我只是做了很小一点点的东西 这个片子啊 可能是拍的到时候非常的随意啊 所以说 你像我们这是去背着包 然后买了点啤酒回家 回家的路上 我们咔嚓随间捏了一张 那这个塑料袋啊 他在手里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很 影响这个片子的整体的美感 所以说 尽量我把这个塑料袋 给他弄掉 我做了一些皮肤的处理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把那些痘痘啊都去掉了 然后呢 皮肤给他稍微磨了一下 嘴唇和鼻子呢 这个地方我没有给他动 原来啊 这个我是想给他做一下的 但是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 他的这个片子 这个是可以修的很厉害的 还是说只是简单的修一下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眼镜 戴在这个眼睛的地方 如果我的眼睛 这个地方很难修 几乎是没有办法修的 修的话可能会特别假 但是这个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鼻子也修不着挺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 你应该去前期去注意的 这个前期如果拍不好的话 那后期修的话 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我把这个皮肤的这个亮度 提高了一些 然后对比度有加高 那最后呢 就是说 我还是要讲的 就是这个构图的这个问题 我呢 就把这个片子啊 重新做一下构图 大家可以看看 我是怎么把这个片子 重新构图的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片子就是 我是把这个片子 这样结了一下 你这个片子像素 好在这个片子像素够大 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再往上提一提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手里提的这个塑料袋 塑胶袋 把它放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这普通的一个人 站在画的旁边 然后那个 手里提的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是这个 一个普通的人像 那好 那今天呢 我这个片子 在导到了那个 莱特罗母以后啊 我就做了一些微调 这些微调啊 大家可以看看 我说微调一调的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的高光阴影 某个地方都做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 色调分离这个地方 我们有做 规划这个地方 稍微加一点点 OK OK 今天这个片子呢 前后对比就是这个样子 OK 王同学 今天这个片子 已经修到这个样子了 我不知道你那个 对这个修路的片子 是否满意啊 那 我尽量把这个片子 发到 你的邮箱里面 咱们 也 希望你下次能拍得更好 到时候把你更好的影片 发给我 然后我就做给你看一下 好的 那今天这个 过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 其他想让我去修你的片子 或者做点评的朋友呢 那可以把你的片子发给我 发给我 然后我去给大家做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我 做片子的思路是怎样的 OK 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